大家好,那么刚刚获得的消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萨伊谷乘专机抵达了顿巴斯地区,俄中央集团军司令部 俄国防部的消息,谢尔盖萨伊谷陆军上将听取了中央集团军司令汇报 了解当前局势、敌人行动性质以及俄军部队作战方向执行的作战任务 中央集团军司令穆尔德·切尔夫向俄国防部长报告 在解放阿普提卡的行动中,敌人从被占领的阵地后撤约10公里 俄军部队继续向乌军阵地发动攻击 在报告会上,邵伊谷指出该部队积极主动的出击 俄国防部将提供一切不要物资 莫德·维切夫向邵伊谷报告 尽管基辅政权抱怨炮弹严重短缺 但敌人的炮兵的强度在阿普提卡方向并没有减少 俄军司令部负责人指出 无人机在特别巡视行动中的作用 并补充说计划向中央集团军提供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控制 将提高使用效率 也就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将提供的无人机可以自主寻找目标 那这些无人机采用着人工智能技术 也是俄罗斯方面 是首次公开表示俄军拥有智能型的无人机 那集团军指挥官指出 今天部队使用侦察打击和侦察火力 综合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仅在二月份的最后两周 阿富汀卡方向的攻击无人机摧毁约700公标 包括装甲车火炮系统雷达设备 敌防人员 阿富汀卡的解放过程中 奥兰三菱侦察无人机综合性能得到了证实表现出色 那装集团军的司令安德烈·莫尔德威切夫 报告说根据俄武装部长国防部长的指示 已按编队和部队组建了使用无人机的正规部队 这些部队将配备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 俄防长确定将进一步加强该部队电子战装备 主要是在战术层面 军官还向稍一股报告了 阿富汀卡方向大规模乌军投降的情况 经过清理 俄军救出了约200名囚犯 那这些囚犯是当时乌军俘虏的俄军 另外还有一些平民 未来几天也将有100人获释 俄防长对被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 表示将采取人道行动 稍一股强调 你们听到了俄罗斯武装部队总最高统帅普京所说的话 一如既往的充满人性 而且稍一股还参观了缴获的美军装备 可以看到缴获的美军装备 包括M113装甲运命车 那部队指挥官呢 向稍一股介绍了西方装备 特别美制装备的使用缺点 稍一股呢 没有给予任何评价 那我了解到啊 给大家翻译一下 指挥官提到的这个越野车啊 越野能力非常差 而且油耗大 就美国车的油耗问题 刚才看到的是福特啊 这是福特 福特这个车油耗大 就是运点东西都需要油 但是在前线油这些物资啊 补给品是非常消耗的啊 消耗这个后勤补给运力的 所以实际上把这个美国车运到乌克兰 那对乌军来说实际上呢 并不适用 而且这个车的越野能力 其实并没有啊 想象中那么强 因为这不是铺装路面 这是乌克兰啊 当年二战连坦克都过不去的地方 你就派这个越野车 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 另外现在呢 俄罗斯方面呢 在阿富特卡方向的行动已经确认啊 那么俘虏的乌军 和死亡的乌军身份都已经确认 已经确认死亡乌军士兵的身份 达到881人 这是确认的 那其中444人的年龄 在48岁到51岁之间 其他的年龄范围是16岁到70岁 其中40岁以上居多 也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到老年这个层 而且都是新兵 所有这些人都是新从乌克兰其他城市地区征兵而来 经过了两个星期的训练就投入到阿富特卡战役 被俄军48小时殲灭 你可以想象这个阿富特卡战役是个什么样子 一半以上是48岁以上 48岁到51岁的 说白在中国就算老年人了 444人 所以这都是老年人在打仗 而且乌克兰的青壮年 那很多实际上呢 是刚刚入武 刚刚拿起武器 在阿富特卡被消耗 这些人都是被当消耗品的 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恐怖的 这是烧一股呢 在顿巴斯地区视察中央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况 咱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在赫尔松和扎布尔前线的情况 首先呢是在拉伯蒂诺 在这个方向 那现在在拉伯蒂诺方向呢 俄军在拉伯蒂诺和扎布尔波 俄军在现在取得了突破 现在俄军已经完全收复了 乌军在前年 在拉伯蒂诺方向反攻的控制这些领土 也就是苏洛维金防线已经被俄军全部收复 苏洛维金防线已经恢复 这是现在拉伯蒂诺的情况 俄军下一步可能沿拉伯蒂诺继续 北上攻击奥利霍 那么在南部的 大诺希尔卡 就马域尔斯克方向 俄军呢 现在也启动了这个方向的战斗 这个方向过去一段时间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啊 但是俄军现在呢 也启动了这个方向的战斗 在普里尤特诺耶方向啊 在普里尤特诺耶方向啊 在普里尤特诺耶以北 俄军呢 现在是在 库特斯塔亚 这个山脊地方啊 发动攻击 在这个山脊 在山脊地区呢 俄军是主要占领这个高地 向 诺沃达尼罗夫卡方向发动炮击 下一步可能从这个方向 要攻击诺沃达尼罗夫卡 他是在大诺希尔卡 大诺希尔卡的一侧 如果战术上呢 取得成功的话 能够改善整个的新 米海洛夫卡和旧 马悦尔斯克正面啊 俄乌双方整个的战场的这个态势 能够改变 乌军将够获得打击 大诺希尔卡乌军指挥中心 和补给中心的能力 而且能够分散乌军在 南顿尼斯克多地的乌军的兵力 分散到大诺希尔卡 和旧马悦尔斯克一线 来吸引乌军的兵力 向这个方向集结 那么库拉乎沃 马林卡一线 乌格达尔一线的乌军 就必须向后啊 转移部队 俄军在马林卡一线的战斗 压力就小了 另外从阿非卡退下的一些乌军 可能会被部署到 大诺希尔卡方向防御 如果俄军能够成功的话 乌军将被迫从诺沃 波尔还有 泽莱诺波尔方向 向大诺希尔卡方向 紧急增并 又一部分乌军将被 派往救马悦尔斯克一线 那俄军侦察发现在这个方向 大诺希尔卡方向 乌军的装甲车数量 和乌军的作战人员数量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俄军呢 现在在这个方向的尝试进攻 其实也是一个偷袭 如果突破的话 大诺希尔卡方向 可能会成为南 顿尼斯克方向 一个新的热点 再来看顿尼斯克北部的 恰楚威尔 恰楚威尔方向的俄军呢 现在已经能够在 克拉斯诺耶 也是在这个 恰楚威尔的外围 控制多处高地 包括195高地 227高地 现在在伊万诺斯克 它的东部地区郊区 俄军呢 也已经开始向战 占领了十几栋的房屋 包括居民区 已经开始进行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突袭行动 在公园的一些交叉路口啊 实际上也可以看到 俄突击部队啊 使用反坦和导弹 和乌军作战的一些画面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双方呢 还是在恰楚威尔的外围啊 主要是在伊万诺斯克 这个方向振作 如果这个方向 能够被控制的话 这个里有两个高地 204、195 俄军下一步 可能会沿这个山脊 攻占这两个高地 那么能够将乌军 恰楚威尔和伊万诺斯克之间 这个补给通道切断 俄军从这个高地 就可以俯瞰恰楚威尔 也可以打击伊万诺斯克 乌军就必须后撤 那么实际上又是一个包围 将伊万诺斯克的乌军 完全包围 恰楚威尔实际上也会遭到 俄军在外围的打击 那么俄军解放恰楚威尔 就非常有力 可以看到这也是 恰楚威尔方向的情况 今天俄军总统普京 向亚历山大花园 无名劣势木 尽现了花圈 那美国呢已经宣布 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制裁 这是历史最大规模的制裁 俄罗斯方面呢 没有回应 在莫斯科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逮捕了一名 乌克兰的特工 这是首次在莫斯科方向 执行暗杀活动的特工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种部队 将乌军特工拘留 经过审讯呢 他执行的任务呢 是进行汽车炸弹的袭击 可以看啊 这个人在靠近这个汽车的时候呢 在汽车下面安装了炸药 这是在莫斯科方向啊 在莫斯科进行暗杀活动 这是第一人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啊 俄罗斯现在实际上呢 面临着乌克兰还有北约 可以看到这安装炸药 这也算恐怖袭击啊 像这种非对称战 使用特工 间谍 对俄罗斯的高关键安上 这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种部队 逮捕乌克兰特工的画面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直在关注啊 一些这个乌克兰的特工的行动啊 那很多人你可以看到 他安放炸药的时候都被录像了 所以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情报系统啊 是非常强大的啊 那在哈尔科夫方向啊 在伊九姆和库布扬策方向 俄罗斯呢 击毙了乌军 第一旅中校叫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 亚罗申克 1977年5月15日升 他是在哈尔科夫前线被俄军击毙 他之前呢 担任第26炮兵旅参谋长 二十六炮兵旅参谋长 他的死亡呢 可能与俄军大国盟轰炸有关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证实俄军呢 是使用了 赫69巡洋导弹 打击了乌军在哈尔科夫 和库布扬茨克方向的 乌军的弹药库 还有乌军的装备中心 这个赫69呢 是苏-57使用的啊 是苏-57使用的弹药 那么就间接证实了 俄军已经在赫69 俄乌战场使用了 苏-57隐形战机参战 这是基辅方面公布的啊 赫69 这个导弹残骸 苏-57大家知道 这是一款隐形战机 而且实战的话 连美国的F-22 也没有参与过如此规模 这种北约的啊 大规模对抗情况下的这种实战啊 这是苏-57首次实战 如果得到证实的话 而且发射的赫69 乌克兰它是有西方防空系统的 那么乌克兰呢 也没有成功的拦截 那说明俄军的这个苏-57隐形性能是非常强大的 那这次打击的是包括哈尔科夫 也包括这个基辅啊 一些重要目标 所以俄军的这个苏-57首次参战啊 也得到证实 在哈尔科夫前线呢 俄军国防部公布了过去七天 俄军的战报 我呢给大家汇报一下 俄军过去七天呢 使用高精度远程打击武器 37次打击了乌军的综合设施 包括军用机场 基础设施 军火库 燃料库 以及外国工兵驻地 库布扬斯克方向 过去七天 西部集团军 击退了哈尔科夫地区 新科夫卡方向 乌军25次反攻 哈尔科夫地区的 楚谷诺夫卡 彼得 巴布洛夫卡 基斯洛夫卡 顿涅茨克的杨波洛夫卡 托尔斯科业 泰尔玛呼夫卡 切尔沃南亚迪布洛方向 乌军30 66计划旅 乌军第十山地突击旅 25空降旅 125路防旅 过去七天损失达到394辆坦克 13辆转车车 20辆汽车 25门野人炮 顿涅茨克方向 南部集团军 解放了波贝达 占领了更有利益的阵地 并击退了 别洛格罗夫卡 格里格罗夫卡 克拉斯诺伊 库九莫夫卡 西米海洛卡方向 乌军 乌军第七九空中突一旅 24 42机化旅 12次进攻被击退 乌军过去七天损失2560人 12辆坦克 30辆装甲车 58辆汽车 13门野人炮 还有一辆格勒多管火星车 阿夫杰耶夫卡方向 中部集团军解放了 顿涅茨克的阿夫杰卡市 并继续向西推进 在航空兵和炮兵的配合下 击退了乌军在顿涅茨克的 阿尔洛夫卡 索洛维耶夫卡 谢苗诺卡 托年科业 耶夫根诺夫卡 米罗柳伯夫卡方向 乌军的阵地 俄军摧毁了乌军 71机甲铝 47机化师 53机化师 59摩托化步兵士 第三突击铝 亚素第三突击铝 和39 39铝 在比尔蒂奇 拉斯托奇金诺方向 佩尔罗麦斯基方向的进步 过去七天 在这个方向 乌军损失超过2900人 四辆坦克 三辆车车 90辆汽车 八门野震炮 还有一辆格勒多万火车 在南顿涅茨克方向的东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72机化旅 102 108 127 128 防卫旅 在新 沃多 涅茨克耶 旧马约尔斯克 乌罗扎涅 以及扎布洛地区的切尔诺耶 普里尤特诺耶方向 乌军的进攻 四次进攻 乌军58摩托化步兵旅 也被击退 乌军在这个方向 过去七天损失达到1195人 6辆坦克 6辆车甲车 23辆汽车 16门野人炮 赫尔松方向的乌军 控制了克林基 并占领了有力阵地 对28 65 118计划旅 35 37 海军陆战旅 121 126旅 人员 装备全面打击 托克马基卡 奥利霍 谢尔巴基 卢哥 沃耶 赫尔松地区的米哈伊布卡方向 乌军的第82山地突击旅 在拉伯地诺方向 三次进攻军备击退 乌军损失460人 5辆坦克 6辆装甲车 33辆汽车 6辆 6艘快艇 14门野人炮 那过去7天 额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米格29战机 一架乌克兰米巴支撑机 拦截了7枚海马斯 还有7枚风暴之夜 1枚爱国者导弹 4枚S防空导弹 S200防空导弹 6枚杰达姆 44枚多管毁难 652架无人机 俄军使用高精度导弹 打击了爱国者防空系统 并摧毁了欠缘车 弹药和运输装载车 这个爱国者系统 是俄罗斯国防部 首次在报告中证实的 摧毁了美军的爱国者系统 昨天的视频 我给大家播了视频 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俄军现在打击精度非常高 而且俄军和朝鲜K23导弹 都在进行重新测试 有时朝鲜的导弹 利用俄罗斯的卫星 进行高精度的制导 提高朝鲜导弹的打击精度 朝鲜的导弹 未来要部署在东亚地区的话 对美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 也产生威胁 未来甚至可以打到 包括台湾 以及菲律宾美军基地 朝鲜的导弹都可以摧毁 所以说现在俄乌战争 已经成为武器的实验场 这是今天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况 俄国防部长稍一股 访问乌东地区 下一步俄罗斯方面 可能会在乌东地区 进一步部署俄军的总预备队 并发动对红军村 也包括在北部斯拉比亚军 克拉玛卓尔斯克这个方向的进攻 俄罗斯的2024年的计划 就是要解放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完全控制顿涅斯克宪法边境 我会持续关注未来顿涅斯克方向的战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